大家好,又到了一年收薰衣草的时候了 我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获薰衣草 你看我这个薰衣草去年买的是苗 买回来的时候它的直径大概只有5公分左右 到了秋天的时候直径就已经到了大约30公分 现在你看这个长得非常大了 这个薰衣草它品种非常多 我们这个地方比较寒冷 大部分种的就是英国薰衣草或者说是杂交薰衣草 因为这两种比较耐寒 薰衣草一年能收两次 一次就是在6月底7月初 另外一次是在秋天的时候 它们非常耐寒 需要非常充足的阳光 如果不是大旱天的话 基本上靠天吃饭就可以 你不需要特别的给它们施肥 或者说特别的给它们浇水 薰衣草剪的时候 在它稍微有一点点开花的时候 这个时候剪是最好的了 这个时候香气完全都可以释放出来 如果你要做香包的话 可以看右上角 我去年有一个专门薰衣草纸 怎么做香包的视频 可以做参考 这些薰衣草收下来以后 我真的是越看越喜欢 我去年买回来的四重 其中有一重是白色的 但是经过一年的生长 你看它现在是一点淡淡的紫色 它香味没有那么浓郁 但是看起来也很漂亮 非常有特色的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薰衣草 大概要剪多长 你把它剪完了以后 稍微的在面上修饰一下 剪成一个椭圆形 这样它会长得更好 也更好看 但是你注意到没有 薰衣草它底下有一部分是木质化了的 所以你剪的时候 不能把这个木质化的杆剪掉 因为这些木质化的杆是不可腻的 如果你把它剪掉了 它就不会再发新的芽了 薰衣草的寿命通常是七年 个别的可以长到十到十二年 如果全部木质化了 你就要重新换过 这批就不能用了 你看我去年一共就种了四颗 今年收了这么多 这一个家庭自己用是完全够了 你还可以送一些给朋友 现在我们来把它做成干花树 首先我们要把这些叶子给它去掉 这些叶子其实挺香的 很多人把它剪碎了 存在香袋里头放在家里也是可以的 因为你做干花树的时候想让它看起来非常的整洁漂亮 所以你就把叶子去掉 你都把它们弄好了以后用绳子把它扎起来 多扎几圈 然后扎得紧一点 因为它干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缩 如果你扎得不够紧的话它可能会散掉 会从中间掉下来 一个干花树就做好了 现在我们来做紫色的 同样的也是把它的那些叶子去掉 把它们弄整齐了 然后用绳子多绕几圈紧的把它们扎好 把它们挂在太阳不能直射的阴凉地方 把它们阴干 如果太阳直射的话它容易变色 当然也不影响它的香味 想要用它晾干的籽做成香包的同学 可以点击右上角参考我去年的视频 我相信这里一定很多和我一样爱好花卉的朋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点击右下角的院子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